这疼 就这疼 这 当然你们要如果说 我就拿避针也可以 但是今天要求的是在腹针当中做 就这 你要找的是脖子 脖子不就是下碗跟中碗之间吗 你找那个水分干什么 跟水分有关系吗 这不是下碗吗 这不是脖子吗 找脖子 而且脖子当中还有个喉结 喉结是见礼 在下碗上一寸的地方 找 它跟你那水分有关系吗 我们在这个腹针对应区当中随便扎都可以 怎么扎怎么干 我们不胖 因为它肚子没危险 但是你要是说 真正意义上 为什么在那 怎么就在那呢 你先给我讲讲它在哪里 你现在对的区域在哪里 脖子 这个一定要让我明白 你怎么又找弹钟去了 你找下碗好不好 下碗在哪 下碗 再往上找 下碗到中碗之间不是脖子吗 那不是下碗到中碗之间不是脖子吗 你老找弹钟干什么呀 那不是多一道手去吗 脖子明显在那吗 你找那个那干什么 找 好 你再看看它是中间哪 你看看默默的喉结 男性的喉结明显的 喉结代表着 剑里根 就是说在这个下碗跟中碗的中间 上一寸嘛 怎么就 这儿给当住了 你得检查有过程 上碗和中碗的 上碗和中碗的 下碗 上碗和中碗的几乎就是 中碗跟下碗 不是上碗跟中碗 下碗跟中碗 中碗和下碗 你说上碗跟中碗 中碗和下碗的二分之一 旁开三分之一 你看是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 你拿什么来断定它是二分之一呢 我说是三分之一 我问你这个就是上下 怎么定的二分之一 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 你考虑一个猴杰的问题 我告诉你 你看猴杰 猴杰就是中心 这是标志 猴杰位置中心 那就是四分之一 这儿如果跟猴杰平行 那就肯定是中心咯 那就四分之一 下四分 下 这儿是不是猴杰 摸摸摸 这儿 猴杰的下 四分之一 下三分之一 你说的对 下三分之一 对 中间呢 横开的 到底几分之几 三分之一 是三分之一吗 也对 好 来吧 在这个位置指寸 是 十寸 这个是一半的下四分之一 是吗 你看这等寸对吗 四分之一吗 猴杰在这儿 猴杰在这儿 猴杰的下四分之一 你现在不是说整体的四分之一 猴杰的下四分之一 是啊 他们猴杰刚才过来下四分之一 猴杰不是建礼吗 建礼过来到下碗之间 它是一寸 它们的下四分之一 你刚才不是量的吗 忘了 是四分之一 到这上 猴杰的呀 这中间就是猴杰 这是建礼 这建礼 中间有个穴点 那就把这也看成猴杰 猴杰的下四分之一 一半一半吗 一半一半 下四分之一 那就是上四分之一 你看看它那是不是上四分之一 不是 这是猴杰 然后这 它是上四分之一 下四分之一 对 上四分之一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给我找 怎么就在旁边找准确位置来 四分之一先标准出来 四分之一 在这 然后盘开的三分之一 哪儿的三分之一 那个猴杰 画出来 画出来 怎么画呀 盘开三分之一就在这位置 在这位置 好 那么你看 你看 这是中间线 三分之一在这 是吧 那么这又是三分之一吧 这又是三分之一 这是脖子的宽度了 对吧 这是脖子在这 这是下缆 这是下缆 你看这脖子 咱们这个是华人门上的太矣 对不对 你看这脖子占多宽 真正的脖子的宽度是五分 那么在这个当中 你现在接近一半来了 那么一半的一半在这 你看 这个是脖子的宽度 那么它的三分之一在哪里 在这 比如这中间线 在这 而不是在这 明白不 找出五分的三分之一才是准确 脖子比的太粗了 太宽了 是吧 嗯 好了 在下面呢 在哪 现在是花圆 不是尾锥 嗯 花圆圆和尾锥 花圆圆和尾锥 花圆圆和尾锥的中心的下 上啊下 闹清楚 下啊上啊 闹清楚 它是上下对应 你看 上下对应 对不对 建立对它的中央 它朝下 你是不是朝上 四分之一怎么能朝下 在上面 在上面 对啊 相反的在上面 你就不找那个宽度的三分之一了 宽度三分之一 就是上面在这直接从顶下挪过来就是 你看又宽了 你就把脖子的边上扎上去了 是不是宽了 你看啊 怎么来找这个堆你应该明白 对 对 这个比如说下挽到这跟未经连线的地方 一半的一半在这 那么一半的一半在这就是五分 相当于咱们在这 那么三分之一在这 就明确的知道三分之一在这 哦 从那个 对啊 你就知道五分上下都是一样的 一半在一半不是五分吗 你上上去 知道两准了半天 连完一戳就戳出脖子的宽度去了 那不就错了吗 明白了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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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相信你记住了 大家记住没有 在脖子的中心度 一定要找出五分当中的中心度 脖子的三分之一在五分当中的三分之一 你不能思绪的 你说着三分之一 就立完下车出去了 县里一定是终极到官员的中间 这个对比例一定要记住 就是个比例的问题 我就不觉得那么难 你们怎么觉得那么难呢